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竟然枪毙了我们自己人 还想给我草草制一个死罪已决后患 既然他不人 就别怪我对他不义了 官邀 我就说这一定是谭玄林干的 这是老天让他完蛋哪 自作你也不可活 少帅 就这些 这家伙已经招了 你 把刚才的话 再说一遍 没错 就是他 谭司令 就是他 这也怪不得他 要怪就怪 指使他的人 实在是眼珠 怎么样 谭司令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仅凭一个狂徒一句话 你们就把我的罪给定了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觉得谭司令不会这么糊涂啊 谁会在自己的庆功宴上行刺 谭司令 这些家伙 如今命都在你手上攥着 他没有理由不灭你吧 想必 是你要杀人灭狗 这家伙狗急跳墙 才把你供出来 光耀哥 今天他的同伙刺杀你的时候 是谭司令扑上来救了你 我们都在场的 如果是他自知刺杀吴旺 临时起义救下光耀 妄图自证清白呢 实际清白呢 你觉得呢 在下定论之前 我想请大家 看样东西 渔程 在 把钱给我 好 这是张月嫖 看发行时间是今年发的 我很好奇 你一个上海犹太商人的随从 为什么随身会带着千里之外 才流通的月嫖 我 我去广州出国差 你刚刚自己说的 你是从美国刚回来 一回来 就去了约瑟夫的洋行做职员 如果是前几年去的 为什么 会有今年发行的月票 你 所以 你根本不是美国留学回来的 你骗了约瑟夫 你是南边派来的 你做了假身份假简历 并且把你的月票 换成了银员和户票 你还在这儿 你怎么能够在上海使用 你还留了一点月票的原因 是因为 等事情结束之后 坐火车回广州 到时候 你会需要月票临前 坐黄包车 银员找不开 户票又用不到了 我说得可对 说得好 不愧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 我谭某 真的佩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